大家好,我是酷奇 今天要来补充一下之前介绍狗狗 速刷修罗的队伍 我觉得应该是很多玩家跟我一样 可能只有一只 不知道该怎么组 那么这次呢 要介绍的是改善后的编程 可以应付所有的boss战 所以编程可能稍微困难 这次的时间就是在攻略暗属性 比较麻烦的这一只 那就一起来看一下攻略的流程是怎么样 队伍的徽章可以选择SB或是回复 由于两边的队长都是吃四座下 所以有一定的几率会吃到一回合延迟 那如果有单边吃到的话 就要让敌人攻击一次 不过若是换成SB徽章 有被赢到也没有问题 那么开场我们就先开延迟 然后两回合加速 延迟的技能呢 可以使用黑魔导的卡片 那两回加速的技能 包含了像是莉娜武器 火鹰合作的绿骨 或者是EVA合作的真士林 都是带用品 开完两边的编身技能之后呢 我们就开商人的技能 做一下横排 那这边不用做贯穿也可以 只要有7compo就可以了 先前在组队的时候 比较着重的是简单的编程 所以像是双色阵的技能 就直接使用角色的本体 但如果不知道像是除了优格以外 还有谁可以使用 我们就靠继承的方式 这次呢是用情人魔女的技能 装色阵使用完后就不会再用了 这次把商人给编程进来 主要是因为它的技能 CD3 然后手指剪 回复剪 但它的效果其实就跟狗狗一样 算是狗狗的气态品吧 虽然说没有额外的增伤幅度 但是可以每回合开技能 算是还蛮方便的 第三关呢跟之前一样 不管碰到哪只角色 我们都开双色阵的技能 只要有主到超吹打就可以了 当然以稍留意攻注我们连在一起 从第四关开始的流程还蛮有趣的 这边的转转虽然说有点麻烦 但是狗狗本身的技能呢 还有不再锁住的效果 所以我们就开技能 然后这边做贯穿 下一关一样看一下狗狗的技能 做贯穿 我通常在做完贯穿的时候呢 还会额外销两combo 这样子火力比较有保障 狗狗的队长技本身是加两combo 所以说双队长是加四combo 掉一combo的话能够有五combo 而外加两combo的话 就能够发动七combo的觉醒 这边一样 不管碰到哪只角色呢 我们就先看一下双女的技能 直接消一排 打这一只的话能够直接打到残血 那打狮子的话呢 能够破他的95%更性 攻击剪的部分我们就开狗狗的技能 直接压过去 然后一横排 那如果是另外一只角色的话呢 要做一个贯穿 第七关的攻击剪 一样看一下飞瑞瑞的技能 这边不用做贯穿也可以 然后有效到六颗 加上两combo 不过其实多少消一点也会比较好 最主要的是希望能够 版面能够有三颗光珠 这样攻略起来会比较快 第八关这边不用做到增伤也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开双女的技能 然后靠新有的版面 做贯穿 加两combo 在上次的队伍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的耐心都没有活满 那这次呢 包含了毒 肺 还有暗 都是百分之百 所以也不用担心吃到合同的废珠 在这边比较可怕的地方是碰到三只的岩池 如果碰到三只的岩池的话呢 金石的技能会来不及跳起来 那后面的关卡可能需要耐久 第十关开技能 做贯穿 这边横排的火力会有点不足 要稍微留意一下 下一关最好的情况是水属性的那一只 攻到另外一只的话还要打两回合 不过如果你的技能被延迟到的话呢 这边是比较好耐久的区域 开完伤女的技能之后呢 自己要小心一下血量 如果血量不多的情况之下 千万不要开 或者是下一关有限制的时候 第十二关算说会吃到岩池 不过貂蚕继承的装备 是大罪龙的武器 有额外的一回合加速 开完技能之后呢 飞鹿的就可以使用了 那如果没有这个武装 我们可以使用的是像是电视机 或是上山的武装 不过这两个武装要使用的时候 要稍微留意一下 他们的技能呢 没有属性吸收武效化 所以最好的选项 其实应该除了大罪龙之外呢 就是十三号机 延迟呢 我们可以先等技能跳起来 然后透过延迟的方式呢 耐久 这边如果想要打得更顺的话 开完技能之后呢 其实可以开雕城的技能 不过这次考虑到后面可能会连续碰到需要使用到技能的角色 所以说他的一技我们就留下来 这边的理想其实应该是要碰到暗属性的那一只 直接开技能做一个贯穿 就给收掉了 碰到觉醒无效还要把延迟开掉 会没办法做钻石龙的对策 接下来敌人的combo吸收 我个人是建议再开一只技能 直接靠队长进的combo加成打会比较安心 那如果金石的技能提前跳起来的话 就先使用 他的减轻效果是八回合 所以说可以延续到大天使那里 第十四关我们开飞龙的技能 做横排增伤 那这边不用做贯穿也可以 但是要有七combo 多小一点看下一回合的光珠够不够 像这种情况就是不够了 所以说我们需要先稍微耐久一下 至少版面的上面四排要有三颗的光珠 那如果还是不处的话呢 靠着减轻的方式 可以再撑过一回合 这边直接开技能 一定要做贯穿 光珠不用两串也可以 下一关就要稍微留意了 如果版面在开完技能之后呢 没有足够的回复 那记得 一定要先回满血 回满之后呢 我们再开技能收掉 这边因为敌人的攻击力还蛮高的 所以说不要开伤女的技能会比较好 要先确保自己活得下来 那第二关呢 就可以开伤女了 因为下一关 不管碰到哪只角色都不会有先制 所以说邪少也可以 甚至遇到在这边存一下回复也OK 第十七关 碰到转转会比较麻烦 所以说不会听将会比较好 其实照理说如果有三只狗狗的话 碰到转转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其中一只是伤女 没有锁足的效果 所以说使用上需要稍微留意一下 下一关 理想是只需要贯穿的敌人 这样子雕层的技能就可以存下来 但是如果一定要用到伤害吸收无效的技能 那我们需要在西石那边再存一次 避免boss战的时候呢 碰到暗属性的Mano 西石这边只要板面有两只的贯穿 就可以直接收掉 没有猪的时候呢就转一下 存猪 那回复的话呢也稍微存一下 这样子在耐久上面比较安心 就算板面只有三颗的回复 其实这一队的回复力也很高 所以说不用特别担心 先把两只都打到超根性 然后我们再开支技能 20关的四君子哪一只都很好打 那这只呢是最好打的 然后做一个贯穿就可以收掉了 第21关的Manoa有两种打法 第一种呢是我们要开下Crio的技能 直接做贯穿 那在没有增伤底下呢 可以刚好把他打到根性以下 但是啊如果你开了一下果果的技能 一不小心就把他打到残血 很有可能会因为失误而死掉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在存置延迟的技能 这样不管怎么打都不用担心 敌人会被打到残血 但是因为前面的关卡 很有可能会先使用到一次 所以打太快的话呢 就会像这样子 需要硬吃敌人两三次的攻击 所以版面一定要确保回复 这样才可以耐久 像现在开的增伤技 加上攻击霉术有五 所以血量耗得很可怕 还是小心为妙 那我们再开始增伤的技能 再做一次贯穿 再次攻略的是暗属性的Menoa 暗属性的话会吸光 在前一支队伍里面没办法应付 那这一次呢可以 分别会使用到的是 貂蝉的二技 和金石的一技 刚好是三回合的 那这次刚好知道觉醒无效 所以呢我们就先用 现有的版面补血 然后耐久完一回合之后呢 就可以使用雕属的技能 直接解除 敌人刚好有深层回覆 所以我们就边打边回血 开完金石的技能之后呢 也有额外的减伤效果 至少后半在耐久上面会比前半还要轻松 刚刚敌人打一拳就十万以上了 等一下在有减伤的情况之下呢 八万多 最后的一拳颜色不够 所以我们可以开额外的技能 再开增伤 这样子就能够顺利通关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一次我个人 能够编程比较完整的范例 但老实说要打得更顺的话 好像还是要自带两只狗会比较好 不过现在这种角色 入手难易度太高了 如果不是众客的玩家 用一只编程就好 主位高速刷关卡 本来风险就会比较高一点 如果想要更稳健的攻略修罗 我个人还是推荐玩其他队会比较合适 喜欢我的影片 希望能够帮我按赞和订阅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